中国跳水队被称为梦之队,在世界大赛上获得了很多的冠军。 今年是巴黎奥运会的比赛年,大家希望中国跳水队能够在巴黎获得更多的好成绩。 尤其是大家期待的天才少女全红蝉,大家相信她一定能够将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为中国跳水队夺得更多金牌。 现在,全红蝉没有什么比赛任务,她现在的主要目标都放在了训练和备战上。 目前,各支国家队的大比武活动正在进行之中,大家发现全红蝉在这次比武活动中的竞技状态非常不错。 30秒功率自行车项目,龙一平夺得第一,全红蝉夺得第二,陈玉希、陈一文、张家琪没有杀进前三。 没想到陈玉希居然无缘前三,这确实让人感到有些意外。 全红蝉又一次战胜了陈玉希,大家为全红蝉感到高兴。 全红蝉在去年一整年的比赛中多次输给了陈玉希,大家也为全红蝉感到担忧。 虽然全红蝉的心态调整得非常好,但是竞技体育靠的还是比赛场上的成绩。 虽然全红蝉这次战胜陈玉希的项目只是体能的测试项目, 但是能够在这样的项目上战胜陈玉希,证明全红蝉状态正在逐渐复苏。 作为中国跳水队的天才型运动员,全红蝉代表着中国跳水队的未来, 她将有机会帮助中国跳水队在未来的世界大赛上向着更高的目标发起冲击。 今年的巴黎奥运会上,大家希望全红蝉能够稳扎稳打, 为中国跳水队取得更好的成绩。 粉丝们会时刻关注全红蝉,也相信全红蝉一定能够做得更好,继续取得好成绩。 全红蝉和陈玉希很有可能会联手参加今年的巴黎奥运会, 两个小姑娘在双人项目上是搭档,在担任项目上是直接竞争对手, 相信她们一定会全力以赴,向冠军发起冲击。 这次的大比武活动,两个人就开始了正面较量, 相信在巴黎奥运会开赛前的这段日子里面, 她们会继续较量下去。 在巴黎奥运会的赛场上,到底谁能够夺得女子担任项目的冠军, 关键要看临场的发挥,无论哪位选手夺得冠军, 大家都会继续为她加油。 希望全红蝉能够将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 当然,陈玉希也要继续努力, 只有这样,中国跳水队才能够在巴黎再次创造新闻记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